大家好,何大米1號投資者,現在4月1號 4月1號,總得眼睛才做 避免別人以為我愚人節 不過,好像3月才是愚人節 3月的市場,大上大落,發上發落 如果你這麼幸運,3月1號睡了一覺 一路睡到4月1號才起床,你就會說,慘了 道瓶書跌了10多%,英國又跌,恆生指數又跌了10%,真是大件事 你就錯過了很多東西 因為期間很多人已經死幾次了 無論看好看淡 照片又晒得下淡,下來又晒得下淡 中間那個波幅真是挺嚇人 你看VIX指數,所謂恐慌指數 美國方面一度是升到82點多 82點多,恐慌了,算是市場增加了 但是跌了20%之後,又升上來 最短的時間,由牛變紅又反轉 最短的時間,由紅變牛 我也不知道現在算不算牛 也不知道算不算紅 總之,這個就是上世紀 不知道到什麼時間 恆生指數也是 不過你看看恆生指數,下跌9%,好像沒什麼 哎呀,下跌9% 你真有所不知 隔天都下跌9% 另外隔天升上去 所以這個波幅是很嚇人的 你看旁邊的圖表,恆生指數都有VIX 都有波幅指數 這段時間內,拉遠一點點的限度 你看到,原來都是屬於近五年來的高位 都挺高 而且這個波幅,未來幾個月都會持續 因為利息已經去到低無我低 凡是利息低無我低的時候 資產價格,因為是用利息去Discount 現價去計算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敏感 所有跟利息有關的舉動 和未來的那個 Income Stream 那個Dividend 收入的改變 都會令到股價,資產價格 大幅飆升 大幅落回來 大幅波幅 第一季 三月本身 有幾個很重要的政策改變 特別是用美金 包括香港 用美金的地方 就會見到 嘩,厲害 減息減了百多點子 幾年加起來沒有那麼多 他一次過 趁你不知道 睡著覺 減你150點子 一個月之內 還要中央銀行 美國中央銀行 跟他本身的五眼聯盟 中央銀行是老友的 一向都可以有調期 即是你不夠短期的美鈔 就給你 大家交換 交換美鈔 當然有條件 你給我一些 collectual 我原本那些 美國債券 你買了的 有息收 小小都有 你不用買了 你不要對市場 你交給我 我給你現金 在資產負債表上 改一改形式 是幫到手的 五間中央銀行之外 19號就給你多9間 包括新加坡 紐西蘭 北歐都有兩間 總之 令到大家有問題 就不要大聲喊 跟我說可以了 現在3月31日 將它再延伸 去多很多間 很多間中央銀行 小小國家的中央銀行 有需要 短期美金的流通性 敲門 找聯儲局 他們不睡覺了 環球 照做 你給他 你給他 買了的東西 貨主會幫你買 然後就給你現金 讓你不要死 千萬不要死 有事慢慢來 看開一點 在這個環境下 利息跌到無論 但是那個波幅真的很大 作為投資者 就是小弟 重新想到的東西 叫做DCA 平均成本法 平均成本法通常是說 一段頗長的時間 可能十年 二十年 我就不要時間過市 亦都不要猜它 究竟什麼時候下跌 低就賣高就沽 做吹鼎 賣賣賣 看看圖表 不要搞這些 我們謙虛一點 相信市場 第一 長線是會升的 第二 短線是波幅 每個月 按自己的能力 投資一筆錢 可能是五萬 可能是十萬 可能是一萬 是現金 是錢 那麼究竟買多少呢 或者是股票 或者是基金的份額 不知道的 看價錢 總之它貴的 你買少一點 便宜的話 買多一點 是這樣的 這是平均成本法 假意時日 理論上也是 市場向上的話 到最終 價格是會高過你的平均 買入價 你就賺了 第一 第二 中間的波幅 因為它曾經跌下去 你又 好朋友 買多一點 所以 其實你買到的份額 價格比你 從頭一次買 到尾一次 它比較 是多很多的 為甚麼今天講這件事呢 因為過去一個月的波幅 很大件事 如果在這麼大波幅的市場 我們用平均成本法 每天收市價 都買同一個額度的話 會發生甚麼事呢 我只不過將那個十幾年的 平均成本法的事情 壓縮到一個月 這個月就足夠的波幅 相當於十年 市值跌了十幾% 如果我們真的在標準普爾 每天都買 一個同樣的銀碼 譬如說10萬元 月頭買一次 二號買一次 三號買一次 一路買到三月三十一號 計算 平均的買入價 是2627點 相對於三月二號買一次 3090點 明顯是低了 即是說 就算現在跌了 跌了10% 原來2627點 只是跌了1.7% 1.7% 少了九成 風險就小了 這件事是環球性的 因為這是一個統計的關係 大家都應該 詳細考慮 重新考慮 特別現在波幅那麼大 譬如說是20000 我們香港恆生指數 刑賦基金 恆生指數刑賦基金 3月 平均來說 如果你每天這樣買 平均是24.47 相對於31號 Closing 都跌了2.6% 但如果你說 2月3月2號買一次 接著到4月 計身體一看 已經輸了11% 平均成本法 平均成本法是真的幫到手的 特別是我們這些很謙虛的投資者 希望用一個 長線一點的 漲幅 去幫助我們的退休 中間的波幅 你不要管那麼多 就是每個月 做一個 定額的投資 其實 減少了風險 已經 是一個 背部 疫情有沒有影響呢 疫情就很大件事 現在 全世界都 吹了聲 差不多高峰了 怎麼計算呢 其實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最終 一定要是 令到自己 盡量不要染病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有什麼關係呢 之前 我陸陸續續過去的月 都曾經提過 策略 無論你國家的地區 甚至你家 的策略 是什麼都好 最重要是令到自己 如果染病 都不要在街上走超過2.3天 任何人 有機會染病的 都不能在街上超過2.3天 因為超過2.3天 你有可能感染 其他人 的幅度 就會令到傳播率 大於1 即是說 只會越來越多人染 這個小2.3天 怎樣去執行呢 第一就是要篩選 大規模篩選 所有人都篩選一次 看看有沒有病 沒有病的 繼續戴口罩保護自己 如果是有病的 就要馬上隔離 才可以避免 有些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病的人 在街上走第3天 所以第2件事 一定要戴口罩 你看到圖表就知道 有戴口罩的地區 和沒有戴口罩的地區 是有分別的 病毒是不適應人的 原來 DNA 哪裏的DNA會好些 哪裏的DNA 傳染部會高些 沒有關係的 你見到 總之你不戴口罩 就是正常人的傳播 正常人的傳播 就有33% 每天 的增長 如果是戴口罩的 就慢一點 慢一點對醫療體制 是有幫助的 醫療體制 沒有崩潰 萬一有病的人才有得救的 如果不是全部病了 誰夠力 當然很多城市 完全封閉了 完全封閉 沒什麼意思 因為完全封閉 如果城市裡面幾百萬人 照樣流動 一樣是需要 人口兩成的 醫護人員 去照顧 你哪有一個城市 可以提供兩成的人口 醫護 香港800萬人 你提供200萬 醫護 哪有200萬醫護 沒有一個城市可以 提供兩成的醫護 那麼多 去治療 而醫護本身 都有機會染病 所以一定要令到受影響有 感染人數的區域 人口 減到最少 逐區 小區分割 然後沒事的 小心保護自己 有事的 就要提供更多的 醫務支援 去幫助他們 所以你說有些地方 醫生要有流動性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切是安好 到4月的月中 或者真的復活節 疫情可能會去到 巔峰 這一浪 應該差不多 可能有超過1000萬的人 曾經感染過 也不一定 死亡率 就不會很高 但是 後遺症也會有 大家要預議這件事 所以 裝了我們的App 首先不用錢 裝了我們的App 就有免費的 一個保障 你確診萬一 都會有些錢賠 下一個最大的挑戰當然是 發生在2021年的 2020歐洲國家杯 以及發生在2021年的 2020東京的運會 這兩件事 就是一個很大挑戰 在明年發生 明年夏天 希望疫情真是可以緩和的時候 特別在南半球都沒事 這個冬天 我們的夏天 他們的冬天 都不會感染到南半球那麼多的人 的話 明年的夏天 經過這兩個巨大的測試之後 沒事的話 應該 明年年尾 我們大概可以比較放心 還有 18個月後 疫苗應該都 開始出來的 大家可以真是放心 這段時間 大家千萬不要生病 就算我們一生人 怎樣都要生病一次 都要等疫苗有醫生才會生病 不要趕著他生病 拜託 Boris Johnson 真是要聰明 他趕著他生病 自己也生病了 那就壞了 疫情的所謂 戰時經濟害是甚麼呢 就是要保護幾樣的生產資源 我們的資本家 本身拿著錢 本來就沒事的 但是因為他借了出去的錢 那些生意 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就還不到利息 還不到本 他破產 我都破產 對不對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 其實這段時間 誰頂利息 令到原本欠債那個人 有能力繼續 做生意 疫情過後可以償還債務 利息 這是關鍵 第一 第二 地主就拿著地 當然他又要借銀行錢 但是他租了地出去給人 這個生產資源 其他人做不到生意 做不到生意 會倒閉 封鋪 貼紙 他又交不到租給我 我又交不到租給銀行 即是給不到 按揭銀行 我又會死 地主又死 按揭又死 所以這段時間 地租 亦都需要處理 時間很重要 第三 當然是 出糧 勞工本身 就算本身幾有技巧 幾有經驗 如果一段時間沒有生意 坐在那裡 要不就炒 炒就不用說了 要不就沒有工作 他都不會變回熟手 你舉個例 你不要只是說茶餐廳 你飛機師已經是 飛機師訓練一個飛機師要多少錢 幾百萬 但是這段時間 全部沒得飛 沒得飛的飛機師 不行 他要重新進入 那個 那邊 訓練 有多少 每個 航空公司 只有一兩個 不同機種 要有不同的 所以這件事很複雜 就算你 明天說沒事 全部飛機師 可以上班 你都要看看 誰有資格 才可以 還有那些空中服務員 還有一些維修技工 他們要有足夠的訓練 和經驗 工作時間 才可以做事 不同行業都有不同的問題 都有相當的情況 生產資源 就是那個硬件 你看到一些 LV 不做香水 走去做洗手反役 以前 福特汽車廠 不做汽車 做什麼 做軍車 波音 沒有人做 航空機 因為沒有人去旅行 做工閘機 要保持廠房 本身活躍 這樣才行 否則你過了 打完仗之後 原來全部都回帳 大家都猛查 不知道你怎麼做 資本家又破產 其實國家等於輸了 怎樣贏都是輸的 這段時間 一定要連生產資源 本身都要保持運用 這段時間的成本 包括 利息 租金 人工 以及生產 這班 打仗期間的物資 的錢 需要有 政府支持 政府派錢 派在這些地方 養活生產資源 建設最重要的工作 除了打勝仗之外 是養活生產資源 在疫情過後 戰後 可以 重新投入工作 養活生產資源 錢的成本 其實是一個資本開支 我覺得 資本開支 未來幾年 分開 攤銷 不能一次過一年之內 放入賬簿 不然 每個人都付資產 很大件事 以後不用集資 這些就是劉坦專家說 大家千萬不要 以為派錢 是政府的慷慨 而是政府的責任 令到生產資源本身 繼續可以生存 生產資源 有一個時間軸 過了一段時間 生產資源 就不再生產資源 變成社會負擔 大家都會受損 就這樣 3月 講完了 4月1日 希望4月好一點 因為4月 4月一定好一點 因為4月復活節 復活節就復活 大家好一點 好 這段片 我不做宣傳 大家有機會就看 沒有機會就 有興趣看 沒有興趣就不看 好嗎 謝謝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 給大家看 多謝 大家